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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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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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īYoYo K McC0017 的 UniversityENT раскaltan 104的这些水平 但就见了至到6月底以来的一个低位 最新都保持在这些水平陪回 有什么消息要跟随呢 就是看着上个礼拜美国公布的飞龙职位 11月份增加26万3千个 是去年4月份以来最少 较10月份的新职位就少了两万多个 不过就多过市场预期的20万个 至于平均时薪 按年的升幅都是由4.9%扩大到5.1% 是五个月以来第一次扩大了 而失业率11月份就在3.7%的情况 见到美金一倍其他货币就诚势做回好些 虽然欧洲央行有官员支持 今个月减轻加息力到达到半利 但欧子方面仍然创了6月中以来的高位 最新报是1.0574 英镑方面英镑对美元都突破1.23%的位置 亦是超过五个月的一个高位 最新报是1.2333 到跟Ferris再谈一下 见到美国就业数据好过市场预期 但美金方面仍然创了五个几月的低位 是不是都已经反映了放慢加息的因素 美金来说再跌的空间有多大呢 看回美汇指数去到104这些位置 其实都还是一个叫做脆弱的 其实短期间美汇指数真的有机会 要试一些较低的水平 大概102.70是这个低位的 原因就是大家除了预计了这个的12月份 只是会加息半厘之后之外 其实打候下明年头两次的加息幅度 可能都会是相对上小的 所以在这个加息逐步放慢的因素之下 就给到这个美汇指数的压力 不过又不可以全然看探索美汇指数 说这一轮会不会真的下跌着100水平呢 我觉得就未必的 正如你刚才所说 礼拜五发布11月份一系列的就业数据 其实又真的不是那么差的 这个飞龙来说比预期为好 上一次的数字也是向上调高 还有这个11月份的平均时薪 无论是按月比较去年同期比较 都是好过预期和上一次 那就是说现在联储的那个的益压 这个通胀虽然是有少少的成效在 但是如果你那个的就业市场是继续唱黄 那些美国的民众的收入 继续是叫做上升的时候 那其实某程度上是抵消了一些联储局 即加息去压抑通胀那个状况在这里的时候 那其实很有机会 如果接下来的数据又做好一点点的时候 那其实大家又会觉得 联储局都未必会是真是很快会煞停这个加息动作 不过只是减慢那个的加息幅度和步伐 所以美汇指数这一轮的弱势去到102.70 就应该会是一个支撑力 那就不要看得太淡了 不要打算100会见这个水平 即是有机会都去到102.7的那些位置 那我们就分几钟时间 不如看看油吧 油价亚洲市曾经都升了2% 欧陪加维持产量不变 但是内地放宽防疫去到支持需求 都想问Faris油价你怎么看 是的 美国原油价格 短期间都会是一个反复做好的小小的状况 原因就是既然中国这个大幅度放宽 这个防疫限制有机会整个经济 是逐步步入这个復常状态的时候 这个全球第一第二大经济体 对这个原油的需求在回到的时候 对油价有一个帮助在那儿 短期间美国原油价格应该有力试回 每桶84美元这个水平的 下位大概77元一桶又是有一个支持在那儿 看到由隔离到亚洲市组段都做好的 曾经都升了超过薄分之二 再和大家跟进一下美元最新回价 这次谢谢Faris和大家的分析 回事焦点看到这里 休息一会 二动追击和大家讲一下希马眼科3309 公司配股引入策略投资者 今早股价高开6% 开市位在4.34元 之后10点半钟之前曾经扩大到1.7的升幅 高位见过4.78元 亦都是挨近五个月的高位 突破了一条250天线 最新仍然在高位附近咬得很紧 升1.4到4.67元的位置 这次嘉宾有Alan在这里 和我们分析一下这只股份的 你好Alan 早安 葡萄 早安 先看看配股的细节 看看什么细节令到今天股份大胜 公司就引入策略投资者先看看作价 见到公司折让4.9% 去发行3,05万股的新股 每股作价就3.87元 对象是哪个呢 是一个内地的富豪叫公鸿家 他在福布斯今年中国富豪榜当中 排第29位 他也有投资一些医疗 甚至电讯行业 他在A股一间叫中原协和细胞基因工程的董事长 亦都是海康威视的创始人 他就是一位 除了企业家之外 他也有天市投资者 什么是天市投资者呢 就是其实那些初创公司 成立无奈就开始投资的一些投资者 怎样看他整体配股的细节 即是哪样东西令到市场那么有憧憬 今天股价冲了上来呢 市场有两个冲政第一个和接货那位人士的背景 是有少少关系的 第二个也是冲政香港和内地通关的 讲回配股细节先 配股今次因为折让幅度比较小 作为原本股东来说 其实都不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来的 而且坦薄的效应也不是那么多 其实占整体的股本都是2.2% 本身它都不是高息股来的 所以批多一些股出来 其实对原有股东的利益 不会有一个太大的损失 反而引入了一位那么重磅的 战略投资者之后 其实大家对于喜马眼科未来在内地的发展 其实的憧憬或者想象是更加多的 因为就看回这位的公共家 你看到的下方就是海昂威士的联合创办人 也是第二大的股东 海昂威士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应该很认识的了 就是内地最大的交通设备的一个生产商 内地我相信主要的例如CCTV的摄像镜头 其实很大部分都是他们的产品来的 因为要做这些业务 其实无论创办人也好或者管理层也好 应该在内地无论社会政治方面的人脈 应该都是相当之好的 这个大家都相信 引入了这位投资者之后 可能会起码眼科未来在内地进一步的发展 可能在更加多的城市 就是开始一些诊所或者是一些码眼中心 那其实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帮助 那我想就今天这个股价这么大的反应 很大的程度上都是因此而言人 有一个背景 那个收购对象的背景 就是很红厚的 那个配股对象应该说 就引致今天的市场一个这么正面的反应 看一下这件事可否反映在业绩身上 看回它上半年的业绩的话 其实收益原来增长是六成九 去到八亿多 至于纯利率只是增加百分之八 增速是远远低过的收益 只是赚一千四百多万 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销售成本大增 销售成本大增八成半 有成六亿多 毛利率也是按年收窄 怎么看这份业绩 是不是一个消钱的阶段 即使有些投资者策略投资者 投资者入股都好 怎样可以利好它的业绩呢 我想上一年那份业绩 因为销售的收入大幅增加 销售收入大幅增加 因为它在内地建了很多新的眼科诊所 同时收购了一些眼科诊所回来的 即是刚刚收购或者刚刚新开的诊所 其实就需要一段时间慢慢的回本的 所以一开始其实都是一个花钱的阶段 其实你说得没错 其实都要销一销钱的了 但是由于整体公司来说 其实现金楼仍然都是健康的 所以即使在销钱的阶段 但是似乎都是一个可持续经营的情况来的 所以暂时不需要担心 其实会不会销钱销到公司 然后周存不灵 暂时未见到这个情况 还有今次配股 其实集了一几两亿回来 其实就支援公司的未来的现金流 和未来的发展 这个真的会有实质的帮助 当然就在内地要开展这些 我想医疗相关的业务 其实限制都比较多 还有对于眼科或者牙科来说 其实最大的增长评颈 就并不是设备或者钱或者地 其实最大的增长评颈 是来自医护人士本身的 因为你要陪一个眼科医生 或者牙科医生 其实需要时间比较多 香港其实大家普遍都觉得 是真的缺牙科医生 也缺一些眼科医生的 所以我想现在这个增长评颈 暂时来说就比较难去解决的了 所以未来一段时间 不要憧憬它一个很急速的增长 始终就受到医护人员的限制 但是一个合理的增长 同一时间那个营运的效率 逐步提升 那就是说它现在有这么高的收入 那同一时间如果那个媒率 或者营运效率提升的话 那就是说顺利或者是那个收益 或者经营日利 应该都是一个逐步提升的状态 所以就可以预期未来 它整体那个经营环境 或者财务上应该是逐步改善的 好的的而且确 你扔钱可以建议医院 可以建训诊所 可以请人 不过你就不可以扔钱去培训医生 一个医生都要读很多年书才可以拿到牌 这件事没得及的 看起来它的收益增长的top line的情况 公司现在的收益最大的来源 都仍是香港医疗业务 虽然它在香港和内地都有业务 香港医疗业务在上半年 收益增长4剩2去到3.6亿 内地眼科那个收益 那个占比排第二 就有2亿多 不过按年计的话 就要下跌6% 其次就是这个销售医疗器材这个业务 说今年2月开始这项业务 已经录得2亿多的收益 怎么看这个项目的主要业务 说内地眼科的收入是一个下跌的情况 不知道是不是关于疫情的事 香港方面说到那个收益虽然是增长 不过增速刚才都说到 是有一个上限的 你没可能不断地高速增长 第三就是医疗器材这个业务 有可不可以抵消到部分其他业务下跌的力 我想内地那个业务应该 应该来年会有一个明显改善 上半年那个情况下跌 或者今年下半年我相信的情况都是这样 因为内地是一个很严格的风控下 所以就除了检测新冠 或者新冠的病徵以外 其他的医疗服务 其实普遍都是一个下降的趋势 这样都没办法了 因为就在一个严格风控下 其实你要想看医生 看眼 看牙 其实都比较难可以做到 但这个情况就随着内地 其实都见到趋势 就是逐步开放防疫的措施 所以明年应该会一个明显的改善 如果中港的关口是可以符合一个正常的通关的话 香港业务的受益可能会是更加大的 因为始终对内地居民心目中 其实内地 即香港的医疗水平 或者各方面都有一定的优势 也是他们的首选利益 所以如果回到疫情前的水平的话 应该会有大量来自内地的客户来到香港帮衬 所以就整体来说 我相信明年其实在医疗服务那里 应该会有一个上升趋势 医疗器材的销售相信可以帮补到 但始终销售医疗器材 其实无论各样东西都是稍微低一点 我想就作为一个辅助的业务 也都是作为一个高增长的业务 其实大家都应该会给一定合理的估值下去 好 回归最基本的 股价的层面 即现阶段没有货追不追好 现在那个应该是短线还是长线呢 这只股份 长线就可以观望亦都可以憧憬 短线都是炒一炒这两个消息 包括内田和香港的关口 是不是恢復通关 或者是新英证的投资者之后 对于战略那方面 或者是增长会有一定的憧憬 所以短期来说 如果手上有货的话 可能就先放放飞机 定一个子站的位置 的确业务虽然会恢复 但等待的时间可能都要等到明年 才会慢慢见到有少少成绩 是可以见到的 中间的升幅一定是会比较波折的 所以如果手上还没有休货 但你又看好的话 其实可以等待它的股价 出现调整的时候 才会入场都未迟 例如因为它有4元以下升上来 例如下回到4.2、4.3这些位置 其实再逐步吸纳都未迟 好 今天谢谢Alan和我们分析这么多 好 我们休息一下后再听一支新闻 一支财经消息 上海上美化妆和业聚医疗通过上市聆讯 专注护肤品和母婴护理产品的 上海上美化妆 主要经营三个品牌 包括韩畜、一叠纸和红色小象 今年上半年收入 按年下跌3.1至近13亿的民币 纯利6500万元的民币 按年下跌6.2 联值保证人是摩根大通、中金和中信政权 医疗器械製造商劫聚医疗产品 在全球超过70个国家销售 今年上半年收入有近6900万美元 按年上升两成 顺利升1.4倍至大约800万美元 中金和建银国际是联值保证人 附警中国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 公司是山东省最大的盆栽和蔬菜生产商 今年头8个月收入有近7300万元人民币 按年下跌2成7 赚超过1400万元人民币 按年下跌5成 期内模拟率是43.4% 较去年全年跌1.1个百分点 均富融资是独家保证人 金银业贸易场星期二将会休市3分钟 为了表达对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怀念 金银业贸易场星期二上午9点开市之后 就会暂停交易三分钟 由行政总裁冯伟能带领同事默哀 随后即会恢复交易 财经消息到这里 港股越升越多 今早早高开546点之后 升幅一度是回顺的 去到19000边缘 最差的那一刻都尽上到359点 不过之后升幅再次扩大 最新升到633点 保19308点 成交有超过1131亿多 和大家看看北水最新的情况 北水有没有流入呢 都要转为流出 最新流出超过1亿8千万 当中以上海的渠道流出比较多 看看内地股市的情况 内地股市主要指数也有得高开 不过创业板之后就要回远 最新就要微跌是0.4% 上证和护心300就升到超过1% 上证去到3200点流上 亦都是9月以来的高位 这位嘉宾由Patrick 姚浩然 和你分析视访问的 你好Patrick 早安 波林 你好 早安 早安 先看看大摩份报告 他再次调高恒生指数的目标 说的是1个月以来第2次 有什么原因 都是看好内地优化防疫 加快放宽管制 和监管接近尾声 中美紧张关系有降温的迹象等等 觉得基本因素可以持续改善 看好中资股的盈利和估值 进入为期数年的复数 所以张恒指明年底的目标 本身看18,200 最新上调到21,200点 国子和护心300指数的目标 亦都上调了 怎样看他这些原因 似乎都是我们近期说的一些利好因素 你又没有望得这么高呢 21,000多 我想如果你看回来说 内地方面似乎放松的政策 亦都比市场预期快一些 所以这个都是充惹着经济增长 在明年有一个改市的空间 再加上来说 近期美元方面来说 是有转弱的情况 所以这个也导致人民币会计转强 这个也是帮助港股 特别是中资股的估值来说做好 我觉得恒指方面 如果继续站在18,300流上的话 其实还是有机会挑战 2万至2万6个的助力位 当然因为11月来说 今年的升幅比较多 但是整体的走势方面来说 都仍然是以偏向做一个反弹为主 暂时看着2万至2万5百这些位置 你说2万1千多 其实可能就要再看明年 企业的盈利状况 才再判断了 我看到2万至2万5百这些位置 其实都有水位 至少说700多点 整千点的水位 即现阶段都还可以追货 现在的意思是这样 如果你看 因为11月份来说升了2成多 如果你现在看上去 就算是2万至2万5百 其实前在升幅 我想大概是6至7%左右 所以如果你在追货或者入市方面 可能你就要部署一些 过去一段时间相对上的升幅 是比较上是少一点的 以后本身有些潜力的股份 那才那个空间会大一点 因为有很多的股份 其实你从在10月底的那个位置 其实你都弹了4、5成的话 甚至回到之前一些的相对高位的话 那变成你的空间就会少一点 所以我想大家在减股方面 就要下一些功夫的 好 见到大摩有其中一个板块 是看得好的 就是消费股 受惠的放宽管制 以及等等 放宽的憧憬大动到 当中安踏就纳入这个焦点股份评单 不过就提醒了近期疫情升温 企业盈利明年初仍然是有压力 不过就看好未来几年有个复苏 都跟你跟着相关的服装股 见到今天在香港上市的服装股 升得不错 无论是波斯登 还是纳入焦点股份的安踏里宁 这些都升到百分之四到五 说香港这两天就冷了很多 其实内地都是 东北地区那些其实都下雪 见到有些渠道数字都显示 说这个10月份销量 说一些羽绒按年倍增 其他内地品牌的羽绒 在淘宝平台的销量 都超过20万件 整体服装品牌 特别在羽绒买得不错的时候 大家很前就会想起 羽绒股波斯登 你又觉得我不可以呢 如果在波斯登方面来说 它现在估值大约 整个16倍多 息率是4厘多 看起来目的率 就少少微跌的上半年 我只是觉得 坦白说估值 比以往来算 不算太突出 因为以往的息率 通常会再高一些 如果现在4厘多 就叫做可以接受 但是因为在那个采放方面来说 近期那个天气方面 开始凍化的时候 在这个程度之下 我觉得是有机会 资金做一些短线的部署 就去入市看着波斯登 我想有个位置 是比较特别留意一些 就是短期来说 在250天移到明昏线 就是4.08元 其实今天那个位置 就正在4.08元 这些位置 其实过去那几个月 就是几次碰到250线 就上不了的 那比如现在来说 其实都4.05元 我就反过去这样想 不如等它升穿 那250天移到明昏线 比如站在4.1 或1.2天来说 站得穩了 那才追 因为反正现在都4.05元 都差3个线 不如等它突破了 才去再想 值不值得去追 好 确定突破才追 那个值得空间大些 说起250天线 就安踏今天上了250天线 安踏最新 升到半城过外 算不算是 一个确定突破的信号 安踏是否OK呢 如果你看两只 古来说 安踏的走势明显强些 因为它很明显 今天一枝阳烛 上天都叫250线 有少力 今天是突破到 和站得穩的话 其实我觉得是有条件 上去大概 8.1元那些位置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譬如你想买的话 可以买了半注射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今天第一天 叫做上了250线上 但是你不肯定 它现在一两天 会不会下回去 所以有些怕 是假得普通 所以你先去买注射 如果未来两三天都能够 能够站得到 在95.7元 至少是250日市楼上的话 你再加注都不像 好 服装股今天升得不错 其实整体消费股 包括一些边楼股 或者是一些食品饮料股 普遍都不错 这一版你又觉得怎么看 海底楼那些都还升一成多 是食糊还是追的时机呢 海底楼我只觉得 一般一些 尤其到这些位置 我觉得短期升幅比较多 而且始终在打火鍋方面来说 如果万一万一 疫情真的有变化的时候 它随时可以回得比较多 反而你服装那些来说 就是比较长一些 就算你今天不买 你可能下星期买回 你也有机会补偿 但是你这些火鍋 或者饮食那些 你没有了人生意 其实你就很难保得回 尤其是它升了那么多 这一款反而我就觉得 暂时就不追着了 海底楼今天都错五十二周高 不过Patrick就觉得累计升幅 就算大 就是不要追这一款 反而是一些体育用品股 服装股 相对来的基本面 就比较欣赏到 Patrick 这一节跟你谈到这里 我们头一头再跟下其他股份 来到即使密博的时间 港股继续升近六百几点 和大家跟进一下 恒指成份股来到压近十一点九的情况 看到升近的股份就佔了超过八成四 升跌的股份就大概是佔了一成过外 表现好的蓝筹股继续都是有阿里健康 就见了52周的高位 最新就升幅扩大去到埃近一成七 佔八元四毫八 见了超过一年高位的 还有海底楼升近一成一国外 留意碑桂园服务都升近一成二 佔在二十个九毫半 赌股方面都向上 金沙中国升超过一成一 而小米方面突破了一条一百天线 都有一份上榜排第五位 现价11元升幅超过百分之八 看看有什么股份拖着市 见到有几只内需股有份上到里 有农夫山泉还有蒙牛鱼叶 跌幅1%至3%国外 还有港铁今早最有列车故障 见到最新跌幅到百分之二国外 报在三十六个两毫半 即使没问题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有点出发 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有点好 有点好 有点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最多升到699點 現在最新升606點 再更新一下大家 現在最匯約港股當中 排頭位有哪些 還有一個升幅 幅度又有幾多 現在排頭位 當然就繼續騰訊 升幅都去到半城郭外 上回312.6 今天最高去到315元 連同阿里巴巴 今天都見到一個月的位置 阿里最新升到半城郭外 美團現在升幅有所收集 最新升3.8 凝副基金和恒生中國企業 都升超過3% 看6至10位 麥小鵬繼續越升 有量升幅到2.3 做在47.9 快手升2.2 平保繼續升幅到8% 過外做在50.6位置 麥小米有支持 最新升8.8 做在11元 南方恒生科技 升幅超過6% 看其他籃籌股表現 匯控升近7毫子 友邦升到3.6毫半 中移動都升到1% 港交所升幅超過3% 至於煤氣 升近1毫2 做在6.7毫 這一節我們就找Patrick出來 答一答家庭觀眾問題 Patrick 你好 中字頭股份 又有追捧 事關上交所 又制定了新一輪 央企合服務的相關安排 主要關於一些上市公司 有3個 其中一個就是推動央企股值 回歸合理水平 中字頭股份 又有一輪炒作 黃小姐也有中字頭相關股 很想問你 我們請她出來一起談 黃小姐早晨 好 是 早晨 麻煩你 早晨 我想問那隻762 是 入貨的時候是7個多號 都是忘記了 很久之前買了 我想問現在要上網有多少 多少才可以走 麻煩你 好 可以拿著 是 好 謝謝 是的 如果你看回來說 中國聯通方面來說 其實都受惠一件事 近期如果你看電信公司來說 我們除了看它本身的業務之外 特別是一些新興的業務 包括了什麼呢 在互聯網的數據中心 大數據 雲計算 物聯網 這些業務來說 如果在電信業方面來說 其實在10月份的增長其實都很大 三成多 所以我覺得整個電信行業來說 其實都可以提高一線 至於762方面來說 股價近期的升幅率 如果有三個多 上來四個八來講 坦白說 確實就有少少是 就是升得急一些 坦白說 如果你是低位賣 我就會考慮 在5元之前沽一沽去 然後下回鐵近 10天線再賣回 但是因為你本身那手貨是7個 相對是比較高的話 我就不建議你這樣做 因為你基本上來說 還是在虧錢 我覺得走勢方面來說 今年來計 或者明年上半年來說 依然這些防守力都好 你可以繼續拿著它 暫時可以做的 就沒有太大特別 現在是高位賣 如果你看到的息率來說 都有6多 估值是8倍 我覺得是合理的 明年來講 應該有機會在5元上 不過短期來說 就因為在5元之前 可能會有些助力 好 觀眾來說 因為手貨還是高一些 現在的部署 就唯有繼續拿著 繼續收著息線 最新股價上升到6% 沒有貨或者低位買的 就不妨在5元之前 就先吃一吃糊 今天的股價都見了52周高位 最新4.8這個位置 幫忙林小姐 林小姐早安 好 麻煩兩位 我想問那隻386 它這麼高的利息 實際上是否穩陣呢 還有低一點的時候 買不買得過呢 就是那隻股票穩不穩陣呢 我真的想請問 麻煩你 我現在沒有貨的 麻煩你 我想如果你穩不穩陣 來說 它都是穩陣 不過問題呢 如果你以這個升幅來算 它就不會很厲害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近期來說 油價方面 它都不會升得太多 因為這個主要在國際方面來說 都關注究竟全球的經濟 會不會說是增長放慢呢 另外來講 內地的經濟增長都慢的 所以對於它中下游的業務方面 那個需求呢 都會有影響 所以我覺得來說 股價上方面 其實暫時都沒有走出 在介乎3.1至3.6之間的徘徊區 我覺得它仍然都會在這些位置上上下下下 但是成員來說 它的息率不錯 預計都有一成幾樓上 所以如果你說收息的 也都是可以繼續拿著它 不過你心理準備 就是它不會說 好像其它的股份走得這麼快 原因來講就是 在基本因素方面 油價和中下游的成品產品的需求來講 就不是說這麼強勁 好 升幅未必就有其它的股份那麼顯著 但是以一個收息角度來計 加上穩陣 它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來的 最新就預計 股價是3.1至3.6這些水平 先陪陪著 這個股價來講 最新升到2% Patrick 現在整個市況這麼暢旺 大家對這個入市意欲又大一點 如果在這個市道 畢竟都升了這麼多上來 給大家一些心水 有沒有什麼提示 我們還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我覺得一些CIO 特別像陽明生物 這些來講其實都是 但是近期上來來講 不算是升得太多 那原因來講 其實之前有幾件事情 就是說包括美國 將它有些廠房 就放進實體清單裡 但是你看到它有一些外面的 派來的叫做inspector 就是那些監察員 它看了毛石的廠 已經將那個毛石的廠 就剔除在那個實體名單裡 預計上海的廠房 接下來都有機會 會是一些外面的人 去做一個檢查 如果做完這件事情 在那個實體清單 可以剔走的話 繼承對於它的業務方面來講 就更加是好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它之前 你計算它還沒剔除的時候 差不多到68元那些位置 那它現在來講 都是53個多 它很明顯地是有些少許落後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位置來講 都是值得部署 如果你看回它 未來兩至三年的 那個每股營利增長 大概應該是三成多 所以你看它雖然那個股值 看上去好像都幾高 就四十多倍 預計性率 但是如果你實際上去計算 回到PEG來講 以CRO的行業來看 它就不算太高 所以我覺得是可以考慮的 即是現在計算 就中、長線部署都OK的 還是就是繼續說 短炒去看著一個目標位去做呢 其實我只覺得 當然短線的阻力位是57個多 但是我反而是部署 就是看它中線 有機會挑戰回250天 而到美軍線的話 那個位置都有64個多 因為今天我們看到很多股 其實都貼著 或者常駁回250天的線 可以將目標推回250天的位置 好250天線 64.9這些水平 日明生雲 最新升到 接近4% 跟隨港股上午的收市表現 升到645點 做下19320點 總成交1,204億多 Patrick剛剛講過股份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的 謝謝你分析 我們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收看 港股繼續有得升市 說的是恒指和內地股市 齊齊有得升市 亦都是創兩個半月以來的最高位 科指亦都是有所特為 今天是創過去到三個月的高位附近 當然當中的主要原因 我們都提及到 都是在於內地方面 逐步進一步放鬆一些防疫措施 北京、上海、廣州 以至是杭州的層面 亦都是 多個地方 一些核酸和出行 甚至是買藥的一些措施 亦都是有所鬆綁 大家亦都重演 這個復償之路 繼續穩步推進 另外人民幣 亦都是吃著 世界上的美匯 向下市分104的水平 今天人民幣方面 雙雙亦都是升穿七算的位置 是創了九月份以來的高位 美國上個星期五公佈的就業數據 相對來說 比市場是有所強勁 非農的新增職位去到26萬份過外 亦都是遠超預期 但是市場都是繼續衝勁 放慢加息的步伐 所以美元都是繼續向下 以及大行都有點轉體 吹向之摩底 摩根士丹利 調高了恆子目標 原先看到18,200點的水平 最新向上下 在望著21,200點的位置 這個時候 大行都調了他們的目標 我們看看恆子究竟現時的水位去到哪裏 今早來說 恆子高海去到546點 開步在19,200點的水平 其後一度是升幅收窄 去到300多點 雖然一度有所回順 但是仍然守得住19,000點的大關 其後就發力向上 一度升幅去到埃近700點 高見過19,374點的水平 所以半日我們收在位置都靠近高端附近 193上面 19,300點水平流上 半日進漲去到645點 播在19,320點 分類指數全線向上 總成交都保持得住 升市當中超過1,200億 最後有港股 包括有騰訊 今天來講 ATM包括騰訊和阿里巴巴 今天都見了超過一月高位 騰訊以今天日中高位314元 半日以埃近日中高位去收 進漲百分之勞 阿里巴巴升了去到半成國外 以今天來講 雖然有所向上 但是未突破到90元位 半日首發在89.1元 美團進漲百分之2.7元 盈富基金跟著市向上 升了百分之3.5元 恆生中企業也進漲到百分之3 六至十位跟進 包括有小鵬汽車 岸為中概指數升了半成 當然可以開胎補償 急升到埃近2.4元 快手進漲百分之4 中國平安升了3.8元 小米集團升幅到埃近9% 南方恆生科技跟隨著科子走 最新升幅到埃近7% 金融股行不行 匯豐控股半日升幅到百分之1.3元 繼續在47元的水平上落 友邦都升幅到埃近5% 今天突破繼續向上 高見83.9元的水平 所以這股升市科技股和金融股 繼續有份助力 以港交所升了3.8% 煤氣方面進漲到百分之1.6 後市的方向 我們還有很多升 年尾之前可以看到哪些位置 這個時候我們很心急問嘉賓 有Ellen在這裏 Ellen 你好 Ellen 你好 現在怎樣看 我們的目標可不可以再進取一些 是的 見到近來的投資派是好反的 還有升市的時候 那個成交都配合到 我相信尤其是內地 似乎都可以憧憬越來越放寬的時候 整體那個投資情緒 都會繼續有信心在這裏 廣估其實近來升都是反覆少少的 可能因為升了某些位置 都會有一些莫利盆出現 所以就比較難 就是一起康城這樣 是持續向上的 但首先我覺得 就會回到八九月的平台區 突破了19,500之後 其實有機會慢慢就會在那個區間上落 大概19,500到20,200點 所以這些位置 我自己覺得今年 其實都可能慢慢向上挑戰 但是你說能不能夠進一步 就是站穩2萬再上 可能都要去到明年 譬如說內地的經濟真是好轉的時候 才有機會逐步是十級以上的 是的 逐步逐步來 19,500點水平突破到 就可以再向上移 如果還有更多的趨化劑 可以帶動尤其是內地的層面 我們才說是否挑戰2萬點的大關 本日來說 升幅到645點 當然其實今天升市當中 上升的比例都佔大多數 但這一節我們集中火力 講一下線上醫療平台的股份 以及內需博彩的股份 好 我們進入本日當炒辦法畫節 北京、廣州、河北出台措施 約店將不會再登記上傳 買退消、止咳、抗病毒等等 這些顧客的訊息 剛才說到很多商場 現在都不會主動去查核核酸 隨著多個地方改善疫情的防控 市場亦衷勁 買藥的需求是否會有所增加 近期的強勢包括阿里健康和京東健康 而在這裏中破了52週高位 開始追上來的話 這三個比較慢一點 有個平安好醫生 不過兩支大陽燭上 半日進帳去到兩城國外 剛剛提及到破位再上 阿里健康和京東健康 升幅同樣都去到一成多 Elli 這一批反彈力度都很足夠 那你覺得短線呢 究竟它的頂部是看著哪裏 是啊 多致楊宿向上 還有一些大的突破 成家都配合到的 當然其實之前一直在低位那裏徘徊 現在雖然反彈的幅度在底位那裏 可能已經升了兩倍很多 但是似乎現在內地這樣的放寬情況 也是買的需求會增加 除了可能和新冠相關的一些病徵 其實可能是現在臨近冬天 都多了其它不同的需求 所以整體第四季的銷售 應該是有機會增長的 但是都真的要留意一點 持續地向上的時候 要真真正正的看回未來 是不是真的呢 那個盈利的增長動力是有的 甚至乎可以扭規為盈 這些其實都要業績去支持的 所以來到這一刻 比如說你再上多一點的時候 其實低位買上來的投資者 都建議可以先行國利 是啊 其實都衝破了很多的阻力的位置 當然近來就升得起上來 剛才講到的彈力足 成交亦都是有所配合的 但是留意一下 一些彭博的數字都預計 可能個別今年有機會轉回盈利 但是我們看一些預期的估值 其實都比較高位的 比如阿里健康那些 整個盤都去到介乎一成一至少 那就是京東健康 最多就平安好醫生 也是急升到接近兩成一左右 那我們一定要跟這一盤 就是內地進一步放鬆這個防疫措施 那受惠的股份 包括就是有博彩類的股份 以及內需股 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這樣逐步放寬下去 究竟是否有望澳門 會否遲些有些內地旅客可以到訪 提供那個需求 內需就是因為多了 可能會有多些人去市面上消費 再望長些的話 其實都差不多要過這個農曆新年 Elle你覺得復甦上的動力 現在的股價是展現了幾大 我覺得都反映了七七八八 因為始終逐個地區是放寬 但其實都要說到 非必要都希望你們愛出 當然對旗下他們的堂食 或者消費是有機會增加 但是我相信在這個環境下 大家其實要完全敷衍那個 平常的生活 其實都相對比較難些 都會有一些少許的避忌 所以我自己覺得 有些少許過度反映了那個聲勢 或者未來的憧憬 來到這些位置 當然今天有部份都可以升到一誠過愛 也都是體位去獲利 因為始終要真正的數據出來才知道 那個改善情況有多大 還有你剛才說到可能要去到一些旺季 比如說聖誕節新年的時候 才可能真真正正會看到一個正常的復甦 都要有數據出來支持 到時才有一個新的上升的動力 那現在這一刻就覺得有少許過度炒作 是啊 如果我們看那個博彩 其實就要看那個博彩的收入那裡 接下來是否真的可以放寬到 我們的如意算盤打不打得響呢 人流在那裡配合得到呢 不過幾十秒時間 不如我們講一下銀魚的走勢 是的 今天是升穿了52週高位 多頂50元 還有9月去年的時候 那個下跌裂口是有些向上補了 那走勢上是否真的有改善呢 走勢上的確是有輕微的改善的 就算再上去 像你說的去到去年這些高位 其實可能都是已經去到54元的水平 所以就不要定度太高了 大概再升了一點點的時候 都可能有機會是有一些調整的 是的 剛才說到54元左右 那今天都不弱的 暫時仍然是出到楊竹 日中高位51.65元 半日升幅都去到6%外 上回到51.45元的水平 好 謝謝Elly和我們分析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還有一會